嗨,大家好,我是娜娜 我现在在北京的天安门啊 好多朋友呢,来过天安门 但是呀,不知道天安门后边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看啊 大家看啊,今天的天特别的蓝 然后天安门前呀,人还是挺多的 但是今天天挺热的呀 先给大家团示一兜啊 好多朋友们都在这儿拍照留念 再来看一下 那个广场上人影特别的多 今天 今天带大家仔细的看一下天安门里边什么呀 咱们现在就往这个金屎桥上走啊 天安门那个 进天安门里边呀 只能现在只能从东边这边走 然后中间呀是国旗护卫队走的 所以咱们只能走这边 金水河 金水桥 这个桥上咱们不能过多的停留啊 所以咱们还得赶紧走 今天人还是挺多的 中间这个门啊是国旗护卫队走的 咱们只能走东边这个门 先看一下这个大门啊 这个门丁啊 这个门丁啊 大家看这个门丁啊 是酒牌酒链 因为在 以前呀 酒是最大的一个数字 只有房价才可以用 咱们咱们看这个砖呀 都还是保留了原来的那样的 原来的砖 这种大石砖 我们现在进来了啊 这个门丁门啊 这个门呀是端门 几乎和天安门是一样的 也是五个城门 大家看啊 天安门后边呀 也是东西一根滑表 这是西边的滑表啊 这是东边的这个滑表 这个滑表上面大家看啊 和前边的是一样的 也是有这个敦寿吼的 但是这个吼的头呀 是看向故宫里边的 意思是说 告诉皇帝 你不能久待在 长久待在故宫里 你应该出去 走到民间 体察民情 你看 这边是端门 意思就是端正的意思 端端正正 这啊 写着呢 天安门成楼 攒不开放 恢复时间 另行通知啊 咱们看这 中间这个城门这 是可以看到 毛主席纪念堂和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 看这就是天安门后边啊 在这看一下 往后站 要不然看不了 都很清楚 大家看 这就是后边 咱们看啊 从这看 这个英雄纪念碑 和毛主席纪念堂 大家拉近一点 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咱们看这啊 如果天安门成楼开放的话 就是从这个位置 就是从这个位置进行安检 登城楼 先往后走啊 这个现在走的是这个中轴线上边啊 现在走的是中轴线 正对着的是端门 人有点多呀 今天这边也是一排房子办公用的 包括这个东边都是这样的啊 这就是天安门后边 端门啊 就是端庄 端正端庄 端端正正的意思 中间啊 这还人还挺多的 后边 这上面写着的啊 故宫博物院 这个中间这个中轴线上啊 人还确实挺多 咱们走 走侧面吧 走侧边啊 侧面人少一点 咱们好拍摄 侧门这儿有一个小朋友呀 正在这儿拍照的 咱们在这儿好好看看这个大门啊 因为刚才呀 进来的时候 城门楼底下呀 人特别多 走得都非常快 不能停留 看这个大门 这个门钉 都是酒牌酒裂 看 这个砖 还是古代的那个砖 还是古时候的 他们现在呀 就来到了 端门的后边 看一看 人还真挺多 看见没有 那儿有一个呀 故宫快餐 因为现在关门了 应该是因为疫情的事 是疫情 所以关门了 那边一排房子呀 都是卖 那个文化产品的 现在也没开 咱们看看后边啊 那这边也都是这样的一排房子啊 大家看这儿啊 有树挡着 这也是呀 12345个城门 12345和天安门城楼 几乎是一样啊 咱们就不看了 因为有树挡着也看不清 咱们看 这些人 这游客 真不少 再往前走呀 就是五门 那个位置啊 打伞的那个位置 是你预 预约完了门票之后呀 去激活的 还好像是现场 现在是现场不售票 你都得预约才可以 看一下 前边呀 在这儿呀 有讲解服务处 也有存包处 咱们往前边看看五门啊 看到没有 这边就是激活门票的 你得预约了之后 来激活一下门票 这边就是五门了啊 这有树挡着老师看不清 咱们去侧面吧 咱们在这个位置看吧 这个五门啊 这就是五门 看得非常清楚吧 再往前走呀 他就需要捡票了 如果大家呀 来到天安门后边呀 不想进故宫 或者是没有买到 没有预约到门票 进不去的话呢 是不能原路返回的啊 可以从这个东边出去 也就是东华门出去 也可以 也可以从这个西边这啊 从西华门这边出去 西门叫西西华门 东门叫东华门啊 这是两个出口 可以从这儿出去 如果你不进故宫里边啊 是不登原路返回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五门啊 高高的红墙 金灿灿的广瓦 非常壮观啊 或者是啊 你可以去东边的那个 嗯 劳动人民文化工 也可以去西边的中山公园啊 西边是中山公园 这是两个出去的门口 这边叫东华门 那边叫西华门 西边呀 是中山公园 东边是劳动人民文化工 从这两个口就出去了 那行了啊 咱们再看一眼 再给大家环视一周 就出去了啊 游客实在太多了 那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咱们下个视频见啊 拜拜啦 大家